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管的人数没有那么多 以少数的兵力对付那么多清军 他心里都没比 这十二阵里里拉拉都摆在江边 防线薄弱 他心里是清清楚楚 本来想辞职 正经不答应 就得硬着头皮在这顶着 他正琢磨着 怎么样破清兵 怎么样能保全 这十二阵弟兄的生命 正在这个结果眼上 江武来投降 按理说是好事 但江武充其量 是同安县的 那么个小副将 带来三百多人 他从心往外就有点轻视 觉着无关其要 意思呢叫江胜 对付队伍就算了 没想到这个江胜 还挺固执 说有重要的军情 非见自己不可 没办法 这才 把他传来禁见 所以一见那儿 打量多时就问 你叫江武 啊是 有什么重大军情 跟我说说 回答说 这个情况相当严重啊 我听清军传出声来 要从平伯渡登陆啊 平伯渡 贵军防守 甚期 兵源不多呀 倘若清军投渡 就抄了大帅的后路 我想请大帅 马上派兵 把港口堵死 以防清兵登陆 江胜在旁边说 大帅 这还不重要吗 据我所知 我们那地方就派了三百弟兄手把 兵力太单薄了 大帅 有备无患 应当增派重兵才是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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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筹为我 本帅心里有数 江武啊 感谢你一片好心 你跟弟兄们都累了啊 到后方休息去吧 江胜啊 你给安排安排 让江武领的弟兄们好好休息休息 大帅 那派兵之事 方才我说了 本帅心里有数 不必多问 下去吧 江胜一看 元帅十分不耐烦 不敢再说别的 是是是 领着江武退却去了 一会江胜又回来了 大帅啊 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方才江武所谈至关重要 一不派兵 二不派将 还把这个江武安排在后方 这什么意思 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 怎么不把他摆到最前边 讲上啊 我说你点什么好的 无怪乎你是打鱼的出身 读书不多呀 兵书你更不懂 我且问你 两军阵前排兵布阵 讲的是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啊 我怀疑 敌众我管在这个结果眼上 江武怎么能率人来投降 难道你就没考虑过其中有诈吗 比方说我们打的胜仗 清军不力 他可能投降 清军正在顺方的时候 他投哪门降 我对他怀疑 另外他说的这个情报 我在那儿虽然射兵不多 你当快实必考察过吗 嗯 那叫闲贪呢 一手南宫 全崖峭壁 而且江水非常狂 他泪生霜 是也飞不过来 我这三百弟兄 兵三万人马呀 我担什么心呢 清军要在那儿偷渡 等于他倒霉 那叫自投罗网 我听了他说这些事 我就不信 现在把他搁到后边 你还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太人暗中监视 倘若他要有个风吹草动 力举斩绝 连他那三百多人一个也不胜 听见没 喂 大帅啊 我看江五说的不一定是假的 他天大胆子也不敢呢 哎 算了算了 我知道你这个人实在 两军认前正在用人之计 回先锋营吧 大帅 是不是 别说了 推量下去 好 江胜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 心说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人家是元帅 我是先锋官 人家听不进去 我瞪眼没招 哎呀 心里说话呀 天意天意 清军要真偷渡 这老天爷不保佑我们呢 长了这么个败家子的元帅 是天灭 我也 江胜堵着气躁了 不说他 单说许耀 把中军官叫来了 让他汇报一下前方前线的事 部署的怎么样 中军官回答 按大帅的意思 部署严密 弟兄们都不敢偷懒 都在严密注视着清军的动向 好啊 好啊 哎呀 我要发了 哎呀 喝了点酒 我得睡一会儿了 大帅 扇薄胡体 这边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 有什么事 不要惊动我 哎呀 他们亏摘了 假蟹了 眼心摘掉 穿着一身软烧了一身 把鞋袜拔下去 那年月那人都封建 袜子里边还有包脚布 包脚布外边是袜子 那袜子还是布的 外边带灯升靴子 恰固的脚上才难受的 一旦全脱掉了 哎这个放松舒服劲就甭提了 哎呀 哪怕睡俩时辰的 我也就精神了 哎呀 这位还真行 脑袋一沾枕都着了 这许耀在睡梦之中 到了张州了 一进大厅 大王正经在上面端坐 满营重将全在 哎呀 他进门就吵吵 大王啊 我向你报劫 此番经过一场敖战 我军大获全胜了 我击退了清军 就见正经张子嘴 哈哈之笑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玩意儿 拉着他的手 一会儿赏他瓶酒放肉 一会儿给他披花带红 来把他乐着 他心里买字字的比吃蜜还偏 转眼之间一会儿都 呀 发现清军千军万马 一个个面目争鸣 手无把刀 冲进张州 他心说这怎么回事 我把他们全消灭了 他们怎么卷土重来了 莫非诈尸了不成 冲啊杀啊杀啊冲 这许耀拽出配件就冲出去了 冲啊杀 就觉着胳膊也没劲 宝剑落下去也没劲 砍了几剑也砍不死人 清军反倒冲着他 呲牙呲呲呲之笑 把他气得这 脚踩到地上软绵绵的 有劲使不上 就听四百寒沙震天 冲啊杀啊 火灼需要啊 心里处啊贪量的 这怎么回事 大帅 大帅醒醒 大帅 一睁眼做了个梦 头沉沉的 也这一睁眼 他才听见 外边的确 海沙震天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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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咱的后路了 您不听江湖的话 果然从这上来了 大帅快起来吧 哎呀 需要不知所措了 血也找不着了 阎心牙也找不着了 幸亏亲兵帮着他 把战靴登上 阎心披上 甲州全都准备好了 宝剑也跨上 酒庭外边 寒声是越来越近 江胜啊 不必等我 你去抵挡一阵 是 江胜率着人先出去了 这会儿 这位许耀 晃晃悠悠 来到营房外头 分付一声 带马 抬毛 有人把马匹带过 他抄毛 上马 率领亲兵 直奔江边 等他到了江边 一看就傻眼了 清军整个渡过大江了 后边的大部队 源源不断 正在渡江之时 手下的军兵 正跟清军展开 气战 来回打去 遍避都是尸体 需要一看眼珠的都红了 这兄们 扬兵千日 用在一时 不怕死的 随我来 催马他就冲上去了 平起蛇猫乡 见清军就刺 他不愧是一员猛将 更不愧叫赛张飞 马到处一溜血胡同 往后一退一溜血胡同 杀的清兵是尸身翻滚了 但您别忘了 双拳男敌四手 好汉架不住人多 你一毛顶多扎死一个 那清兵源源不断 朴死十个上了一百 他再有天大的能力 也难以把清军杀退 再往两旁看 郑家军被人家杀的是七刀兵三 溃不成军 这徐药就喊 弟兄们 与住 不要怕 本帅在此 与住 谁还听他的 他把嗓子喊哑的也听不见了 到了现在约束不住了 军令一点威力都没了 徐药到了现在就豁出去了 杀死一个狗本 杀死俩就赚一个 他想扭转这个局势 结果怎么样 劲儿也没了 眼也化了 正在这个结果眼神 被清兵是团团包围 再说 清朝的贺朔康亲王 舒杰 指挥大军渡江 他一看一切顺利 心里非常高兴 心说我这样启奏皇上 康熙圣主不得多高兴呢 他举起望远镜 一看 这谁这是 要真好像葫芦 羊群一般 这人太勇敢了 问身旁的人 那个穿黑袍使蛇猫枪的是谁 靖南王耿京中在旁边 哈得有满脸的魅笑 回王爷的话 那个就是正经手下的大帅 姓许叫许要 哦 许要 我听说他连夺五座官城 杀兵斩将 是他吗 一点不想 倒是一丸猛将 这种人 这种人只可置一夫 不可置一死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要能把他收响 给我使用 倒是一件好事 王爷声明 弟兄们听听的 王爷口语 要活的不要死的 啊 往上冲 把他累的掉到马下 就把他抓住了 真的这一句话 把许要给救了 估计他还能活得了吗 许要命死不去啊 最后战的通身是汗 一点也打不了了 许要再看看身边 还剩下五名亲兵 其他的人全都壮烈牺牲 许要心塞油捧 心说大王啊 大王 臣不能给你尽忠了 我要找先王于地下 我自己自猜吧 他忙里抽签 一手皮毛 另一只手 把防身宝剑拽出来 往脖子上一旦 磨脖子吧 以身性质 没脸 见台湾父老了 正在这时旁边的亲兵头目过来把胳膊给他抱住了 大帅 大帅 大帅不可轻声 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拆烧 大帅何必自闻 哎呀 你看个不自闻也得叫人家抓俘虏 他们没安好心呢 想把本帅活活的累死 然后抓活的 大帅 正好 正好利用这机会 我们杀开一条血路 不行了 我们有腹肌之力了 正在生死关头 清军的后边开了花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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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需要就一愣 揉揉眼睛一看 来了一丸大将 白马大刀 正是先锋关江胜 江胜杀得跟血忽住相似 领着一支生力军闯入冲围 把清军杀散 提马 到了需要的马前 大帅 末将接应来了 哎哟 江将军 哎呀 你真是我的救星 大帅 事到如今赶紧撤 再不撤就得全军覆没了 我在后边殿后 大帅快走 到了现在的需要心里啊 觉得对不起这江生 我还瞧不起人家 说人家是打鱼的出身 不懂兵书 就这么一看 比我胜强十倍 来日方长再补报吧 他杀了一条血路 退出来了 捡了一条命 江胜 在这殿后是边战边退 召集参兵败将 又凑齐了七八千人 这些人狼狈不堪 切战切走 清军兜着屁股就追 紧紧的咬住不放啊 他们刚到张府 屁股没沾稳的清军就到了 只好放弃了张头 结茬逃 刚逃到同安 打算吃顿饭 清军兜了屁股就到了 算了 饭也吃不成了 退 把这也丢了 紧跟着同安全州等等 全都叫清军的占领了 他们只好领败兵退守漳州 现在政经就在漳州 听前提的好消息 但政经就感觉都不对劲 这些日子是心惊肉跳 坐立不宁啊 心说这怎么回事呢 莫非前提有事 不利于我 好像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点好心也没有 正在心惊肉跳的时候 需要江圣等人败回来了 大王 我们得的几座官城 全丢了 损兵折将 败退漳州 正经能有三分钟没说出话了 我觉着不对劲嘛 两旁有人建议 大王 张州也难保住 四面受敌 不如退守下门吧 嗯 说的也是 不许 报大王 清兵杀来了 退 快 快退 幸亏有船呢 早准备好了 把金银财宝 军需物质搬运到船上 正经在众人保护下 也登了船 车袭风帆 到出海口 是败退下门 十天之后 败兵全退回来了 没回来的不是死了 就是投降的清兵 清兵马上又采取何为止是 四面八方 安营 渣寨 全都是清兵 正经通过这一次打击 眼皮都了不起来 整日里是哀声叹气 就会抖了手 奈何 奈何 奈何呀 哎呀 文官武将全没词了 后来大将黄磊说了 大王啊 兵家胜败常事 胜不骄 败不累 我们现在地方还多得很呢 岛屿还没有丢失 我们的元气还没受伤 咱家不还挺好吗 一下煮之间呢 干脆撤回台湾吧 这地方四面受敌 太危险了 王大王 善保龙体 好吧 就这么就撤了 太可惜了 我的意思 先等几天啊 这样 把金银财宝 索需 军需物质 运回台湾 本王在这再听听信 有没有还败回来的 咱们走了这帮人跟没娘的孩子似的 那怎么办呢 先把这些东西运回台湾 简短接说 船只到了台湾了 进了洛尔门 登陆了 家里的人就问前提的情况 回来的人一介绍 家里的人也傻了眼了 这个事就传到陈永华耳朵里头了 陈永华是总治官的 留守在台湾经营管理 你看政经在外的暴打前提 这陈永华一刻也没闲着 兢兢业业 一手抓军事 抓防卫 一手抓政治 还得管农肯的事 咱没说吗 他每一天只睡三小时 四小时的觉 偶心里血 现在人瘦得成了一把骨头了 听前方拜退下来的人一说 陈永华半天也没喘上气了 大王要回来 因为他等着参兵败将 集中之后 多者半月 少者十天 就退守台湾 希望总治大人做好准备 好好好 这么大的事 能不禀报国泰吗 国泰是正经他妈董事夫人 正经成功的原配夫人 所以进宫禀报了国泰 陈永华不说变法 这一说 一向性情温顺的国泰 今儿是暴跳如雷 用手指着正经啊 正经 你还有脸回台湾 对 我说 是